管理一定要有一个目标 一家公司管理没有目标的话 没有目标的话 它就没有办法走出一个方向来 像台塑的主要企业文化就是时事修事 但是相对它在转投资蓝科的时候 它主要是做电子产业的那个D-Rain 那在D-Rain的这个制程它是随时在更新的 那反而比较需要是一种创新的精神 这本课本最主要的重点是在于竞争优势跟作业关系的 也就是我们把我们过去所器官所学的东西做一个综合起来 鸿海郭台铭在台湾常常发表一些言论 因为他们的公司的企图性也是非常明显 那所以员工其实有时候可以从这个郭台铭先生 他的言论中可以学习到一些强势的文化 我们不但由省要改造 我们不但兼顾顾负的需求 我们不但注重到我们的一个财务指标 当然最终还有公司能力的什么再造 能力的提升 当我部署是非常不成熟 就是他能力不强 工作意愿又低落 那这种部署我在带领他的时候 我如何让我的领导绩效还是能够维持一定的水准 那我可以比较适合的一种领导风格就是告知识的 现在这个世代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 那在知识经济时代 你的内外在环境的冲击 跟你本身的管理要有怎样的因应 有一个工作特征模式可以来解释这个部分 工作必须要符合有多样性 要有完整性 要有重要性 另外工作还要让它有自主性 然后工作可以提供一些事实的回馈性给它 这样子员工在工作的时候 比较会觉得工作有意义 也会觉得比较能够负起这个责任 这是我们这一门课的一个重点简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